那现在我们开始来操作这个太阳饼 其实太阳饼算是台湾的一个很道地的 算是一个很最最最最代表性的东西 各位因为我们这边有麦芽 记得一定要把它刮下来 你们不要粉倒一倒然后麦芽留着 不要像上一堂课的东西加一加 然后煉乳给我丢在盆子里 真的很搞笑 那先跟各位解释一下 线我本来有写蛋 蛋大概在半颗左右 那你不加蛋那加什么就是加水 其实没有什么差别 但是味道会差一点点 那但是如果说你今天做的是一个奶素 一个算是纯素的 那就是直接加水是比较恰当的 因为加蛋的话 以我的那个评估就是说 它其实跟加水差不了多少 最主要就是先把麦芽跟粉 等于是这四样材料要把它完全混一起之后 我们再来加那个水分 这个时候你们可以这样子轻轻的把它搓匀 大概到这个程度就可以开始加你的水分 比如说你是准备蛋那就准备蛋 但是记得蛋一定要把它打散 不要整颗分 你也分不清楚 就一定要打散来加 这个软硬度 水分如果差一点的时候再加 但是它为什么 你说加那么少的水 它为什么可以豁起来 因为里面的糖粉很多 它只要碰到水 它就开始融 好 这样子来插边 浓不了多少了 这样子就快完成了 当你完全和在一起的时候 就是把它搓匀 也等于是要把它搓匀 因为你太硬不行 这样子其实软硬度其实刚刚好 等下在包的时候 在擀的时候都会非常好操作 太硬不行 太软很容易抱线 这一点请各位注意一点 那你做起来的就蛮漂亮的 好 那这个线完成了 再来 我们干脆先把油酥 那个要包的那个油酥的部分弄起来 再来再来做皮 一样好 因为我们奶油等于是还没完全退冰 这个时候我们就是这样把它切散 到时候在搓揉的时候会比较快一点 那其实很多像那个素食的 像标榜是做素食的店 它这个地方它就不用奶油 它用什么油 用沙拉油 但是如果你用沙拉油 千万记住 你的比例不可能是二分之一 听懂意思吗 低粉我们是两百四 但是如果你用沙拉油 那麻烦你 你那个沙拉油的部分 大概只要称一百就好 要不然会太软 你到时候还在加粉 很麻烦 好 这一点特别注意一下 那你说如果用沙拉油 那用橄榄油可不可以 当然可以 当你跟它和匀之后 它就慢慢的就会凝结在一起 我们可以这样压一下 一会儿 你也做到一个顶不应该 有一个顶不应该 ên一会儿 我嘅 然后一会儿 我过来 我 我 听善来 听善来 我 听善来 听善来 這個時候還差一點 因為還太硬 等於是說你奶油跟粉其實還沒有完全混在一起 所以這個時候再稍微搓揉一下 好 這個時候還太硬 所以必須再搓揉一下 這個酥的部分 油酥的部分 它是越搓揉 它會越軟 這個時候還差不多了 也不要太軟 我們的軟硬度是怎麼配合 就是說我的皮 酥 線 其實它的軟硬度 都是大概最好是一致的 操作起來會很漂亮 好 OK 這個等一下我來示範給各位看 一半就是說你們可以先秤種種 然後除以一半 那一半再把它分成十個 等於是我這樣大概稍微說明一下 比如說這是一半 OK 這是一半 好 那兩個 兩個讓它一樣 OK 好 然後一樣切十份 你可以用尺 也可以就是說你用目測的 我們是這樣舉例來給各位講 好 這樣子 等一下 這個 線 皮 都可以照這樣操作 好嗎 好 我們就平均把它分成十個 這樣子它的差距就不會太大 還有一點就是說 如果你不確定的時候 最好每一個都稍微捏一下 感受一下它的大小 太大了 記得 好 抓過來 好 抓過來 好 OK 原則上你可以感受到它大小差距在哪裡 我們希望它每一個不會差距太大 好 這樣子等於是我們這個 油酥部分就完成了 再來就是 我們接著就是來做皮 皮的東西其實也很簡單 因為它一樣它這邊有奶油糖粉 我們一樣先把它搓暈之後再加水 那加水的部分各位要注意 就是說我們要稍微預留一點 比較安全 就是說如果太暖的時候 就不需要再加粉 這一點請注意一下 我們要不要再加水 搓暖匀 然後再加水 所以我刚才有提到说 油酥部分如果用沙拉油 你的量要减 那相对来讲 如果你在皮的地方用沙拉油 一样水的量还是要减 这一点请你特别注意 好 到这样来差不多了 我们不需要完全或到完全均匀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开始加水 那麻烦你们 我们一样弄一个粉墙会比较安全 要不然你倒下去 我怕它全部都流掉了 不是这个 OK 好 那我们预留一点点 比较安全 听懂意思吧 到时候太硬 我们可以加 等于是我们是进可攻退可守 好 再来是怎样 就是把它祸匀就好 等一下我们再看它的软硬程度 是不是跟我们的油酥跟线是一致的 这样是最安全的 这个时候必须要把它搓揉 让它精性稍微出现一下 你不是祸匀就好 必须要让它有一点精性 然后等一下再让它松弛 松弛的时候 它就是精性会慢慢的呈现出来 好 那我这些水没有加是正确的 这个软硬度刚好 所以这些水一点点 你们参考一下 大约五六克吧 我们这样举例 就是要稍微留一点 好 如果你们不清楚 等一下可以来摸下 我的软硬度大概是这样子 那等于是跟它配合 跟它配合 OK 这个做起来的那个太阳饼就会 还满OK的 会一致的微笑向上 好 大概我们这样其实搓揉不用久 大概一分钟左右 稍微搓揉一下 再来我们就是把它摊开 让它松弛 等一下大概不用十分钟 我们就可以开始分割 那现在我们开始来进行 第二个步骤的我们分割 刚才有示范一个那个是游书的部分 那一样 线的部分一样 我们也是分割成二次等份 当然这个是需要时间累积的 你们这样看很简单 但是这个他们说的嘛 台上一分钟 台下十年工 没有那么夸张啦 OK 好 来 这个就是线的部分 再来就是油皮的部分 好 一样 我们一样就是说 一般我们会称大概 这个块六百克 我们一样分成二十等份 一般到这边每一个都差不多 这时候我们就是把它戳短 等于是戳长戳细 然后就是一个一个 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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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补 这样子的话它就其实不会差距太多 如果你发现比较小一点的 可以补多一点 那比较大的就补少一点 好 原则上就是这样子 我们把它平均分完 好 OK 那这样子我们分完之后 我们开始来 做太阳饼的一个 油书的包裹 杆 再来就是线的包裹杆 然后再次要进入烘烤 那这一个步骤就是这样子 原则上记得 我们包油书 我告诉你们最好的方法就是 你这样子压 手掌是凹进去的 这样子压 这个皮很明显的就是旁边很薄 中间厚 再看一次 我们这样子压 旁边薄中间很厚 这个 油书放正中间 我们用这样圆的虎口 直接把这个皮 裹上来 裹上来之后呢 这个地方把它捏紧 放的 让它很正宗 在这个皮 然后皮的厚度都一模一样 这样子是最理想的 这个一定要收紧 不要让它空 这样子 等下赶的时候就是说 我们层次 每一个都会很明显 也很均匀 最主要是要均匀 那均匀的时候起来 吃起来 等于是说它每个层次都一样 你会觉得很酥 然后很香 那你的太阳饼就成功了 好可爱 我可爱不要说那么大声 剪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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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一定要卡掉 不然不能做人了 你要入境的话可以 好 记得要缴那个上架费 我刚刚在说你都没注意听 我们先油皮跟油书要包好 要擀好之后才可以包馅 OK 知道 那你在问什么我实在听不懂 好 这个 油皮跟油书包到这样子完成 那现在开始来擀 擀是一个工作 各位注意一下 我们一样从第一个开始 因为 等一下我们擀完还要有松弛的时间 那一般松弛时间我们大概就是大概 五六分钟就可以 可以 一样 先往下压 再来 先往下再往上 听懂意思吧 再说一次 先往下再往上 那长度多长 这样子 大约在十多公分 十十五左右 这样是最理想的 然后轻轻的把它擀起来 这是第一层 OK 看到没有 第一层 大概两圈 再来 放过来 我们接缝一定朝上 然后再轻压 再来一样 先朝下再朝上 OK 你不要给我擀到 你不要给我擀到那么长 因为很多人 因为他想说 他要展示他的力量 拉的好长 其实不需要 因为到时候包 很容易就破皮了 听懂意思吗 我们原则上也是一样 大概在十五公分左右 这样子轻轻戳起来 OK 大概是这样子 这样子是最理想的 好OK 这样子放着 然后收口一定朝下 我们要这样子放着 再来看一次 先朝下再朝上 这样子大概十五公分 记得 千万 希望你们照这个方式 先朝下再朝上 OK 再把它收起来 一样 这样子很漂亮 有没有 好 收口朝下 再来 那一般我都是做两个啦 我不会做一个 因为太浪费时间了 好 一样 十五公分 OK 我们这样子一致的 好 一样 十五公分 好 请注意这一点 这个力量要平均好 我们在压的时候 希望他你压的是平均的力量 等一下我们会接着就是包线 好我们一起喝成 你们等一下一个一个赶就好 你们要两个赶 我也不反对啦 但是希望你们赶漂亮一点 好 不要给我拉破 因为有时候皮跟书如果软硬度不同的时候 这一拉就爆线了 好就爆了 就层次就会很很不好 好 再来最容易发生的事情就是到时候烤的时候就爆线 15公分 我的原则是这样子 不要太长也不要太短 这样子是最理想的 然后再来我们就准备来包这个线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必须要用到手粉 那手粉就是用高粉好 千万不要拿低粉 因为我看过很多 OK同学他们都是把低粉拿过来 那为什么不能拿低粉 因为低粉你赶下去的时候 粉都会黏在那个太阳饼上面 那烤起来口感就差了 我们需要用高粉好 请注意这一点 OK 那再来 这一个请各位特别注意 怎么包它 一样 我们这个是面 但是你要包的时候继续反过来 但是你记得要放粉 我们这边一定要放粉 然后一样压 为什么压 怎么压 你能压圆是最好 那原则上跟刚才的皮一样 包梳的时候 旁边薄 中间厚 我们压的时候 OK 旁边很薄 中间很厚 这个线 放纵中间 一样 我们让它平均 起来的太阳饼就漂亮 OK 那这个收口很重要 一定要把它收得很紧 收很紧拉长呢 没关系 拉长折过来 压下来 等一下 这一个是当面 不是这个标准的当面 这个到时候会当底 我们等于是要纹路而已 OK 这样子 因为在以前有人做太阳饼 它是这个当面 然后刷蛋黄去烤 其实不理想 因为你刷蛋黄去烤到时候 其实会影响到它的松脆度 并不理想 所以现在的太阳饼没有人在刷蛋黄 这个地方一定要缩紧 然后一样折过来放着 那我们希望它稍微 等一下松弛的时候 其实当我们包到最后一个的时候 它前面已经松弛的差不多了 那时候我们再来改 记得 记得 一样这个收口一定要收紧 好 一样再把这个多的压下来 好 这个就是等于我们的那个表面的纹路 但是我这里要跟各位解释一下 你们如果去烤中式面食以及太阳饼 你们去烤场的时候 不好意思 麻烦你们这个当面 规定 但是我这里 我是要把这个当面 记得 养成习惯一定就是旁边包中间后 不管如何 你的皮包酥 然后再来要包馅一样 养成习惯就好 旁边包中间后 养成习惯 你这样子包起来就是说 让它的皮跟馅 它的厚薄都一样 那这样做起来就会很漂亮 等于是让你吃到的每一口都一样的 我自己转侧面一点 我拍一个头 你側一点 你往右转一点点 对 直接要看你手的手 OK 这样子 这个地方 我们希望在这个收口的地方 一定要收紧 这个地方收紧 它会拉长没有关系 拉长没有关系 然后折下来 往下压 再一次 再一次 好在这个地方 我们就固定在这个地方 一样请各位注意 我们这个收口 在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一定要收紧 然后拉高没有关系 听懂吗 这个地方你要确定收紧之后 一样压下来就好 因为我不希望你包好的时候就破掉 因为其实我看过前一班的 他们包一包 诶 然后看到的时候 诶 我这个地方还看到线 表示说他没有收取 那 那后果是怎么样 我相信不用讲你们都知道了 整盘 线都滚在 滚在一起的 等于是左灵右色都 连连在一起了 那当我不希望看到你们 打开的时候 哇全部都滚在一起 都变成连连热了 都连在一起了 这个地方你可以包慢一点的关系 但是收口麻烦你 一定要收起 不然到时候就爆得很厉害了 所以等一下你们在分割的时候 比如说他冷了 等于是松弛时间太长了 他干掉了 麻烦你再把它推软的时候再分 这样会比较好 做起来会比较漂亮 千万不要硬干 你确定 可以啊 要来去洗手 去洗手 好 好啦 不勉强不勉强 他还是当导演好了 还是要啊 去洗手 去包两个 不然你们在一边拍都没有包到 但我们需要跟他巴结一下 以后他们要拍偶像剧 好 好 所以我可能活不到那时候 我没完 欸爆封杀在哪里了 他每个有匪文 我透露肥文给你 要 就没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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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回我们过去有市场 还不再没市场 先炒住 然后去滚 乱炒住 好 剩三个 那我等一下包完 我开始要把它那个擀成 一般它规定就是要十公分的宽度 但是我希望再宽一点 一般我们不要那么小 但是再擀宽一点就很容易抱 这一点也是相对的 所以说我们如果敢大一点 它其实受热会比较快 而且会比较酥 所以说我希望它稍微大一点 但是有可能就是比较容易抱 这一点不好意思 要先跟各位讲一下 如果说你包的还看到线 请再重包没有关系 一定要把它拉好 不要勉强 OK 一般包这个东西 就像在包那个蛋黄酥也一样 我们这样的虎口 两个虎口在这个地方交错的滚圆的时候 一样 它会很圆 绝对不会像飞碟 因为有的人包一包它变蘑菇 我们希望它是圆的 非常圆 听懂意思吧 OK 那现在我们开始来准备把它擀成 这个太聪明了 知道我的意思 不错默契很好 再来请各位注意 你要这一面感或者是这一面感都没有关系 那最后一定要有纹路的向上 听懂得懂意思吗 原则上 原则上 考试的时候大概这样子大就可以了 那但是我希望再大一点 因为它只要10公分 但是我的原则大概都是13公分左右 我希望的是这么大 听懂意思吧 那但是这个是刚才我说的 就是均匀的面 但是我要反过来 我希望是有纹路在上面 我是这个要做面 请各位注意这一点 等一下排的时候20个 那我希望就有一点对角 这边五个 然后到这边 然后这边稍微 在这边 在这边 这样子交错 那受热会很平均 好可以 这样子 然后翻过来 这个时候记得力量要用一样 你不要一下子出 哇 OK 那就抱歉了 好 千万不要把自己搞死 好 我们宁愿慢一点 多擀几次 好会比较安全 当然啦 我有看过人这样擀了超20下 还没有擀好 那是浪费时间 那像这个东西以前我们在业界 我们大概三次就一定要擀一个了 不会浪费很多时间 听懂吧 蛤 你不相信吗 要不要试试看 没有我找你说 没有没有 我还看过一个师傅 他两下就擀好了 超快的 不要怀疑啊 真的 你不晓得 也不晓得 高手在民间 你都不晓得 那你去拿那刀 好 好 其实我是建议你们至少要五六下把它擀好 为什么因为你太快的话很容易抱现 那就得不偿失 就是好 请这一点 请各位同学注意 这一点请各位同学注意 占iration 就会对 请各位同学注意 对 请各位同学 请各位同学 他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原则上先记12分钟 等一下再来看看它受热情况如何 来注意看一下 这个是12分钟了 还是有点抱歉 不好意思 因为就是速度 我松直的时间不够 那这样子它上面有的轻轻上色 这时候我们再推进去 我们再让它烤个大概5分钟 那再出炉 这个时候就会蛮酥的 温度可以不用退 先这样子 那在5分钟之后我们准备出炉 这个时间已经到了 那我们来看看 原则上它上面有上色 那这个我们看一下那个底 这个底也有上色 那表示说这样子就已经完成了 那我们就准备出炉 还是有一点抱歉 其实就是说 如果远转的我们希望是这样子 那我们不要擀那么大 就比较不容易抱歉 还有就是我们松弛的时间要够 像有些松弛的时间不够 它很容易抱歉 在擀的时候 皮如果太硬的时候 也很容易抱歉 种种啦 总是有很多原因 那这样子来跟各位解释一下 感谢您的情况下 您好 请问您可以追踪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